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時間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是耀才證券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先生 Jayson Jayson 你好 繼續和大家看著市場 現在升16點,做22,117點 最近新能源股方面開花輪流法力 計太陽能股日前在巴菲特效應下大動急升 摩根大通昨天又接力唱好風電股 更加調高了中傳動 偏好是658的評級去增持 也刺激到股昨天升超過3% 其他風電和風電設備股方面 昨天普遍跑人大市 這一刻依然有個升勢 不如先和大家跟進整個風電板塊的表現 先和Jayson聊聊天 龍園電力現在升超過1% 做7.36 大唐新能源做1.59升9先升幅6% 華能新能源升幅更誇張 現在升超過7% 做2.38 金峰科技現在4.46升9先升幅2% 高速傳動現在3.65升8先升幅超過2% 我問問你,Jayson升幅最大就是華能新能源 創了52週高位 高見2.41 數據方面公佈多漂亮 是否推動股價的其中一個動力 沒錯,你見到它 手機發電量都叫做按鈴升了六成多 是一個相當之高的增長 大家都可能會說 因為上年在年初的時候 內地很多的風電場 都由於氣風率比較高的情況下 都限制了它的發電量 就是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所以在低基數的影響下 今年第一季的增幅一定是高的 當然這是一個解釋之一 但是我們也要看回 除了還能新能源之外 農園方面在第一季也有一個相當好的表現 為什麼你說突然之間的增長會快了那麼多呢 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內地在電網的建設上做好了 上年來講 風電場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氣風率比較高 還有很多電廠都明明是有機器來發電 但是無奈地可能發了一些電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人肯去接 或者電網公司就不願意去幫你買一些風電 另外在電網的所謂電壓不夠高的情況下 亦都是令到很多風電所發出來的電能 是沒有辦法上網的 這些因素都令到全國的風電場在去年 整體的氣風率都高達兩成那麼多 很多的風電機就放了在那裏 但是無奈地都在那裏 曬太陽的 做不到一個發電的工作 令到整體的風電方面的發展 在去年都明顯是叫做是慢了下來的 但是今年我相信這些問題是能夠逐步去解決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和大家主持的 今年大市前瞻 有什麼板塊看好的時候 我都強調 如果以新能源的板塊來講 我自己最看好的都是風力發電的 風力的經營來講 好像是持續有一個環境改善的情況 政府推出各項不同的鼓勵措施 最重要是近年來講 那個污染的問題都嚴重 其實我想有理這個板塊 不過在政策上先問你 政府有什麼相關的措施去提及這個板塊 我們先講目標 因為它在實驗規劃方面都定了 去到2015年 那個風電的裝機容量 如果計算全國來講 是要去到100個水果那麽多 目前去到2012年年底的時候 大概的數字都只有60多 換言之 如果你說以13年至15年 都還是有30幾個GW的增長空間在這裡 如果你說計算那個增長幅度 都大概有四成那麽多 如果你說以一個這麽高速的發展下去 我相信這個問題就不是很大 當然它定了目標 但到最後是否能夠達到 都可能需要其他一些政策來配合 包括剛剛所說的 之前說的風電場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發了一些電 由於成本太高 就吸引不了一些電網來幫助 去到買 所以中央最近都在研究一個新的政策 就說一個所謂在生能源的配額制度 限制或者叫強制要求 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電網公司 都要履行國家的責任 在買電的時候 就不能夠只選一些火力的發電 不能夠只選一些最傳統最便宜的燃煤發電 反而你說一些新能源方面的 包括風力發電 太陽能等等 都有這個責任來買回一定的數量 當然你說他們的電網公司 一定要買你的電的時候 對於風電場在發電意欲方面 都一定是會增加 而且都令到之前偏低的產能利用率方面 是可以有改善的情況 另外就說在電網的硬件的upgrade上 會進一步發展 之前說過電都不能上網 所以看到現在中央政府 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特別說由一些風力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 就駁一些極高壓的電纜去一些主要的城市 那務求就令到如果你說可能在北方 內蒙古那邊 即是你發了一些風電出來 自己是燒軟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渠道 就由可能在北方那些地區 就傳一些電 就下去可能是北京 天津這些比較大的城市 就讓他們幫忙去消化 一旦如果你說這些基礎建設項目 是能夠可以逐步完成的話 對於風電股來講 或者對於整個行業的發展來講 都是一個相當之大的積極作用 封機設備方面 其實國家能源局上個月 印發的十二五個第三批 封電項目的核准計劃方面 總裝機容量都達到2872萬千瓦 其實對於封電設備製造商來說 是否帶來一個商機 好像在摩通方面 都就著這個因素調高了 金豐科技和中全棟在2013年至2015年 盈利預測到11%和4.7% 你有怎樣看 以這些封電設備股來講 我相信一定能夠受惠下游需求提升的大動 一定可以做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如果你說和封電場的股份比較的話 這一類的股份仍然會相對比較落後 最大的原因 因為本身除了下游需求有改善之外 最另外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現在一些封電設備 一些封機等等的裝置 都是存在一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本身你說中全棟、金豐等等這些公司 其實都在生產線方面 之前那幾年大幅膨脹 當他們每年都生產這麼多部的封機 但又未能夠賣光的話 到最後的結果 就唯有去到減價求售 當你說那些封機價格是越跌越多 去到一個比較低水平的時候 都會令到這些公司的利潤率方面 會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所以就算你說 接下來的銷售是能夠改善的 但是在那個供應面方面 在那個產能方面 是未能夠可以徹底去到改變過剩的問題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這一類的封電設備股來講 都可能會有一些的壓力在 但是當然最壞的時刻 應該就叫做過去了 接下來只不過是說他們的升幅 能不能夠跑贏那些封電場的股份 我自己看的機會相對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說要選 與其你說選金峰、中泉洞 不如都是選農園、大唐新能源這一堆的 有幾隻的封電場股份來比較 1798都在最近這兩個月來講 是比較落後了 因為說之前最高的位置是1.8多 就算你看到這個星期是升上來的 但是也跟高位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但是相反如果你說好像958 你見到股價 說之前跌的幅度就不算太多 但是這個星期一升的時候又破歷史的新高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的話 我都建議選一些強勢股 958都應該是首選 好,謝謝Jason和我們詳盡的分析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和你做個申報 剛過去兩節所提及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將會是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拿電話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 訂閱ASK at BSChannel.com 稍後再談